其实我也是一个星球的公主 因为我20岁生的那年 我爸爸给我买下一个小星星 我的网络都是飞行 对 是人的 我今天要去采访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手 但是我现在好困 飞机好晃啊 我们现在到酒店了 然后叫了一个发型师 来帮我搞一个可爱并且有个性的发型 怎么办你坐飞机做傻了啊 现在我这发际线走到哪儿去买 等会儿帮我填一下我的发际线 哎呀怎么那么白 变了一个 哦两个牛角鞭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 去哪里呢 就是去采访花花 走吧 等一下小鞭鞭这都比较好 哈喽猪猪们看我身边 邀请了火星王子华晨鱼 哈喽大家好我是华晨鱼 其实我也是一个星球的公主 因为我20岁生日那年 我爸爸给我买下一个小行星 哇哇好厉害 也没有骗你的 你真的相信吗 相信 今天我在坐飞机的时候一直在听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因为我最近有点闹心 然后一颗眼泪就滑落下来 我就赶紧听一下斗牛 找到一点点斗志哈 那好接着我们就来问粉丝想问的一些问题哈 我们知道花花有很多身份 有这个歌手 综艺MC还有主理人 有没有什么身份是大家不知道的 厨师 厨师 大厨 近一个星期有没有做什么黑暗料理 没有 我做的东西怎么会是黑暗料理 是超好吃的 太好吃了 能说出一两道菜吗 煮饺子 什么馅的 速冻饺子就是 超市买的 我们吃的是一种态度 对 就只要自己动手做就可以 我还会做那个螺蛳粉 螺 真的假的 螺蛳粉 螺蛳粉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搞笑 很多粉丝听完你的歌都会说 哈晨宇好绝一男的 你觉得自己身上绝在哪 可以是任何五官 什么都可以 就像是之前有个男生评判我 他觉得我的牙齿很性感 绝啊 我哪里都挺绝的 我觉得 性格吧 性格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花花的作品里面 去感受他绝的这一点 那既然说到这个歌 有个问题是我个人很想问的 其实我听你歌的时候 我的表情会像吃的芥末一样 嗯 因为你在 标高音的时候 一层一层 然后我们就会这样 嗯 就你知道吗 就唱到就不知道要到哪个点 它是个停止 就像吃完那个芥末一下子通了的感觉 而且你嘴巴真的张得很大 嗯 对对对 唱歌手的时候高音吧 它必须得这样 要不然就是 你可能做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这个可能还是唱法问题 我的肺活量还可以 虽然脸很小 但是肺活量是很厉害的 可能我从小是学长笛 要练气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这个好搞笑 花花害怕男粉丝啊 想象他这个场景 肌肉男很酷 然后去叫你 嗨花花宝贝 就是这样 嗯 你会害怕吗 嗯 叫我没有问题 但是叫我宝贝 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但是真的是宝贝啊 因为粉丝就觉得 你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宝贝哥的 我经常在我演唱会上听到 有听到 呃 男生叫我 然后 啊 我爱你 那我只能说 嗯 我接受 嗯 下一个形象会不会想做火星猫 我自己做了一个那个巢丸叫 马斯柏 对 有点像一只小小老鼠 小老鼠 很可爱 然后但是它又很酷 你每次画 Paper都像那个 哼哼 对 因为 Paper它是我自己养的那只小黑猫 所以我想把它跟马斯柏 相结合一下 那你会自己画吗 会给想法 至于我的画画功底 太灵魂了 真的 我画画可厉害了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 我今天在路上 我就看你比的那个心 啊 我真的是 你为什么会比成那个烧麦 这是怎么想的 它可以有很多种意思 它首先它也可以像一朵小花 小花 先学这样 这样 休止不够人 再终止 呃 升级也好在这 哎 为什么不可以 哈哈哈哈 我的第一种第一种 就是原创的 不是就是随意 没有比好 比成这样 大家突然就想 这样做一下 又像一个小花 但如果把这个看上一个新的话 中间这个很像一只剑穿 啊 真的 这样拉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弹出 至少这不像一个叉 你知道大家说像什么吗 嗯 烧麦 是挺像烧麦的 哎 你想挑战一下这个吗 这个也是我自己原创的 就是如果说录完视频 会给粉丝一个绯闻 但是要语录均沾 就这样 为什么 对 下次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试一下 大家都可以这样收到爱心 比我这个好像酷一点 OK 那我送给你 哦 谢谢 OK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看你唱歌的时候 都要踩着一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非要踩着 其实是根据歌曲 嗨一点的歌的话 我就会习惯性的往上面去踩 但如果安静的歌 我可能我就会站在那里 那如果也是很嗨的歌 但是影响踩不了 会影响发挥吗 会剁脚 还好 对对 有时候可能我会不自觉的抬腿 踩空气吧 踩空气 因为今年疫情影响 其实今年应该是打算办 但是都没有 所以说到明年 有没有在音乐上面的动态 可以给大家提前透露 那么一丢丢也行 上半年刚发完我的新专辑 然后我就闭关了 然后闭关开始去写下一张专辑 我觉得明年应该会陆续就出来了 另外就是演唱会 本来是准备今年的五月份开演唱会 因为疫情人就拖往后延了 至于明年不知道 还不知道能不能开 因为还是要 希望能开 对我也是希望能开 与其等待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 都能安静 我都很心 真的很心动 我还没有看过演唱会呢 哇 因为上学的时候 可能没有攒够那么多钱去看 我不想在很远的地方 你知道吗 但是你的票很难抢 好像是我自己也抢不到 没关系 我们这次一定要拖人 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的新的演唱会 你加油吧 你争取 你这个眼神就是感觉我心里 我本来也会说个 要不我怎么样 结果没有 所以你加油吧 这几个问题 看一下你是不是 5G少男吧好不好 第一个是王手艺13香 姓郎的那个手艺 对对对 他做饭的吗 对对对 13香吃过没有 小龙虾吗 13香吃个条 就这个牌子叫王手艺13香 就大家脑洞非常大说 王手艺都说了13香 所以我们不要买iPhone12 我也是才知道的 我也是刚刚知道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那种 我是e 根本就不能是5G 我的网络都是飞行 最后一个 这个你估计也不知道 s r d s是什么意思 s r d d s 不要想生 它非常简单 不要往生的想 是人的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 都不上网 是人的 就是那个虽然但是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写了十多条 你知道吗 我一个都不知道 我就在怀疑我自己 我说我还好了 我也是经常刷这个上网的 怎么我一个都不知道 应该是现在小朋友的这个 不敢想不敢想 虽然但是 我们的采访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 对 虽然但是 听花花的演唱会吧 然后听你的歌曲去感受你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所以我们可以要两张照片吗 因为我很多粉丝都很喜欢你 他们说一定要拍到照片 然后有一个签名 哇 花花给大家画一个小猪猪吧 我已经尽力了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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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带那个拍的 那就够了 想折远了吗 哈哈哈 这是什么呀 这是外星人啊 没事 OK 采访完 现在去赶飞机 天呐 我们真的是 太人在这 有点麻烦 走吧